乌鲁木齐最近气温骤降 简直是一秒入冬呀 这天呢也是说冷就冷起来了 秋风瑟瑟 落叶满地 今天的最低温度 隔着屏幕都感觉到冷了吧 今天咱们得好好吃点喝点 暖暖身子 今天吃的是新疆土火锅 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天气冷的时候吃 也可以把它叫做新疆的冬日限定美食 这么好的菜这不得喝点啊 这个禁酒我是喝几口就可以冒汗 今天咱们吃的这新疆特色土火锅呀 里边全是各种各样的肉 牛排羊肉羊蝎子 这菜和禁酒搭配也是绝了 暖和又进补 嗯 铁锹边就得这么吃 冬天才能不冷 这土火锅一吃 禁酒一喝 现在就是温度降到零度 也不感觉冷了 舒坦 新疆这个土火锅啊 还有里边的食材 没有固定的 你想吃啥都能放 牛肉的呀 羊肉的呀 鸡肉的呀 里边还可以加个绒 丸子呀 袈裟呀 然后配菜呢 可以放蘑菇呀 白菜呀 豆腐皮呀 土豆粉呀 木耳呀 皮牙子呀 反正就是主打一个随心所欲 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 嗯 我感觉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北京的铜锅涮羊肉一样 天越冷吃起来越有感觉 外边下着大雪 那冷的都不行了 哎 三五好友坐到房子里面 生起这么一个铜锅 锅里面咕嘟咕嘟咕嘟这样冒着热气 吃着肉 喝一点 聊着天 那感觉 太舒坦了 新疆虽然一年四季 都是大口吃肉的季节 但是它每个季节吃的还不太一样呢 你看这个夏天 就是烧烤的天下嘛 架子肉呀 烤全羊呀 小烤肉呀 在夜市上几个朋友那么一座 哦那感觉 现在天冷了吧 就是吃这些 风干肉呀 马肠子呀 土火锅呀 三五好友那么一座 那感觉也是赞尽的很 嗯 今天坐在外面 刚开始感觉还有点冷 这会吃着吃着都冒汗了 嗯 嗯 哇 吃着土火锅啊 配这个米饭也行 配花卷也行 汤淋到米饭上面 那都是香的不行了 当然这个土火锅最配的还是这个和朋友 你说对吧 来新疆吃过一次这个饺子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 这个羊杂碎多少钱 25一公斤 25一公斤 你帮我切10块钱那可以吗 到了吐鲁番 必须得尝一尝著名的街头美食 嗯 九只 五十块钱这么多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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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十块儿 蜡子多多放 啊 好久不见老板 好久不见了 就是的 来青糖面 必须的 到吐鲁湾必须的 尝一尝你的青糖面 辣子 不要钱的辣子吗 多多放 有点辣 那少放一点吧 吃不了特别辣 我要面吗 餐一点吧 上天烫两边 冬天的放三边 太热了 我看天冷了 你那个卤子也换成热的了 对对对 上次 都要 都可以吃 多多加一块肉 谢谢老板 现在青糖面多少钱一碗 七块 老叫板 哦 转进啊 嗯 在里面做 好 假腰都不吃完 你经常来 不吃假腰吗 哎 就像你的假腰子呢 假腰子来一个 干的来两个 哎呀 来尝一下这个面 肺子 嗯 哦 还是那个熟悉上头的感觉 出入饭的羊肠腿为啥便宜 就是因为它这个里边主要就是面肺子和米肠子 在仓吉那边吃就贵一点 一公斤可能得七八十块钱 原因就是那边的话 黑肺子呀 羊头肉呀 羊肚子呀 就是肉比较多 所以就要贵一点 我发现吐鲁番人真的特别喜欢吃青汤面 早上起来就开始吃 一直能吃到晚上 酸酸辣辣的青汤面 跟羊拿醉确实挺配的 比较解腻 嗯 羊拿醉里面我最喜欢吃这个 头管 吃起来咔嚓咔嚓那种特别脆 你看我好久不吃羊拿醉 感觉还挺香的 我每次来吐鲁番 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甲腰子 特别香 这个外面包的是羊肚子上面的一层油 里面包的是羊肝子 那个形状特别像羊腰子 所以它叫甲腰子 你吃 这个羊拿醉羊 吐鲁番 是这种吃法 撒点 紫然辣子 干拌直接吃 汤鸡 一里乌鲁木齐 有那种爆炒的 来一口烤的羊肝子 我来到新疆之后特别喜欢吃这个烤的羊肝子和羊肚子 烤的好的羊肝子 新鲜的 你吃起来会有一种回甜的感觉 特别好吃 嗯 烫到嘴了 你整个一口咬下去 那种爆油的感觉 太棒了 来新疆吃过一次 这个甲腰子 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 这剩的还得有一半 打包带走吧 今天这一顿三高套餐 吃的把人香的 这个不能多吃 偶尔吃一顿可以